今天是2011年11月3号 我们夏末号船船现在从五原湾起航了 不过运河沿地球地理环壮的环球航行 是卫军船长和他船员的梦想 313天 2.3万海里 这是他们的执着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中国航海节里程碑式的人物 卫军 画面中头发有些花白 但是举手投足都透露着和蔼的 是我们的主人公卫军船长 初次见面 您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想象中 老人与海中船长的那份坚毅与冷峻 这让我们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是什么样的契机带他走进了风帆与大海呢 让我们随着卫船长登上厦门号 开始探索他的故事 换装备 坐一条船 因为之前很喜欢船 后来就 结果呢 坐出一个船来 就说 正好感觉香港回归嘛 说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坐着船 搞一个从大连到香港的航行啊 从那以后呢 就觉得好像似乎是有个什么感觉 上船船的一歪一斜 那个风一来啊 我怎么搞的 忽然感觉到 这个可能就忽然感觉到这个就是我 就是一直从心底里边想要的东西 就忽然有这么种感觉 好像觉得之前曾付出的很多东西 在这一瞬间好像都是职责的一样 就有那种感觉 可能人都会有一种 没有说出来 或者没有怎么着的 心里想的东西 可能到不定什么时候 你看到也好 还是你怎么碰到也好 就忽然就让你觉得 这个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在中国 玩帆船的人很多 环球航行 敢想又敢做的人 却没有几个 而魏船长则是这些人当中 引领中国帆船 环球航行的风向标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不像现在那么多功课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功课 就是玩 就有一种 就是说 出于探索的心吧 真正接触帆船以后呢 就来到厦门 接着帆船以后 大家玩的船 人家很多了 很多呢 逐渐 大家朋友们在一起 就说起来 说 要去环球 说啥时候组织 我们也去环球一下 其实这个想法 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不是一拍脑子 说我们要走 之后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了 才实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我一个人说 忽然间想起来走 拉几个人走 不是这样子的 环球航行充满着未知与挑战 有些画面深深的印在卫船长脑海中 后来人家又跟我说 这个人生有三大磨难 就是说一个是敦监狱 一个是航海 一个是当兵 我也想我当兵当过了 这个航海还没正常航海 敦监狱就完了 2000年新世纪来临 船长组织了一次百年中国的活动 没想到 竟意外地蹲了回监狱 对两岸这些 有些事情不是很了解 结果就被人家给抓了进去了 抓了进去 在台湾监狱一关关了 八个月 比如说敦监狱就和上大学一样 是你自己修自己的学 真的说人不能荒废 身体是给捐住了 但是呢 这个思想是更放开了 你可以有的是时间去想东西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 当你做的比较艰难的时候 你都把它当作以后事情的台阶 就可以了 除了种种困难与风险 环球航行更会遇见难忘的风景 四个一起 我们传有一个小连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 说这个风景美到人想哭 这个风景外界的美呢 有是壮美的这个美 还有秀美的美 例如说赤道的风景 那是那个水蓝色的 非常非常的蓝 这个蓝到你觉得它是一种艳 艳丽 每一个海员在经过赤道时 都会不禁感叹 天涯供此时 8 7 6 5 4 3 2 1 回港靠岸坐在船上随波飘动 船长分享了一路上收获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你是不是回来就更坚强了 我觉得好像回来我没觉得更坚强 我觉得我更脆弱了 世界呢我们走这条线 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么多的人文的故事 那么多的包括自然界的东西 比如在新西兰的时候 那风很大的时候 我在船船舱的时候 还有在南非 我们那个发动机和主番横杆都坏的时候 进港的时候人家专门有船出去来护你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因为航海人嘛 多半都会能遇到一些难处 也可能遇到别人遇到难处 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爱 会对你产生挺大的触动 当你环球回来的时候 会改变你这个人的一些 很多的这种 就像三观似的 就会改变 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我的触发 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应该是 扎着是要做些事情 现在的卫船长 已经将他的重心逐渐调整到了 对下一代帆船人的培养 回来以后确实是 觉得这个航海呢 给我带来了很多 那我相信呢 会给每个人都会带来很多 他们认识的是一个海洋 不是认识的一个船 船只是一个载体 让他们真正的是走上海洋 或者在学校开展这个青少年 帆船培训这个 那我对他们的希望就是说 希望他们在学习帆船的过程中 能够学到更多的海洋的知识 同时能够让他们自己得到锻炼 之后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做事情方法等等方面 和普通人不会东创西创不一样 能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魏军是中国帆船人眼中 风向标一样的人物 听到这个称谓 他只是谦虚地笑笑 让我们来听听看 他对帆船人的寄语吧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你是这个中国帆船 什么数一数二数三 那个排序 我说不要排序 我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只不过是 比大家做的早一点 但是我坚持住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感觉就是 谈不上什么风向标 我觉得呢就是说 开帆船嘛 就像走远航一样 你不把帆拉紧了 你就走不了 走不了你永远到不了岸边 所以说你就要坚持住 不管再大风浪的时候 你就要扛得住 因为你的目的 不是在海上老飘着 你是要过这边海 到达一个陆地去 环球航行的壮举 锻炼了未成长超人的 毅力与勇气 以及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去迎接成功彼岸的信念 多年的航海 将这样一个男人 打磨得更加成熟 老练 更给了他每一个细节的固权 以及温柔的体贴 正如他所说 升起船帆 你会看到整个世界 多多来准备 多多来准备 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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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